我曾经当过十年的师爷 现在我们很多的选民服务 我们也经常接触 举例你这栋大楼里面 你要装潢 如果牵涉到结构 那一定要审 要审图的 还有你拆除 需要拆除的执照 你要报 你要什么个拆除法 这都都有规定 包括你要盖一个临时的东西 叫杂项执照 这个施工 我们有建造 这个通通规范的很严格 在台北市 至少我知道我们建管处 你不按照照表来实施 我在福德街一个多月前 我们就处理一件事情 现在还是在停工的 所以高雄市政府 这次我是觉得 你觉得是重罚607万 有没有人在包庇 我送给大家一张相片 这张相片 就是刚才你提到的 就是现在的市长 陈其迈的父亲 跟东南水泥前董事长 陈敏贤的相片 在韩国冀州岛 这个让很多人直觉的怀疑 你是不是你父亲 跟东南水泥的关系 所以你这时候高高举起 轻轻放下 陈其迈 这个市长 你当立法委员的时候 台中烧死几个人 你就大骂要下台 要下台 要下台 结果你高雄死了四十几个人 你也没有 最后你偷偷的 你现在到底做了些 什么样的政治责任 我觉得这次东南水泥 又在故技重犯 我觉得高雄市的市议员 高雄的老百姓 大家要盯好 陈其迈 你如何来处罚东南水泥 我相信东南水泥 这个拆除的工程 一定没有按照它 提供给市政府 我要怎么拆的 那工法来做 既然这样子 有没有人包庇 如果有人包庇 麻烦陈市长 你自己不可以包庇 所以这一次 其实真的是 不信中的大幸 也就是说 当时电塔倒下来的时候 不是倒在台铁的轨道上 去年4月2号 台铁太鲁格号事故 当时是造成了 49人不幸死亡 一年过去了 那么交通部和台铁 也是真的既取了教训 又提升行车安全吗 怎么又差一点点 可能发生重大的事故呢 好 所以我们根据统计 台铁去年的总事故 是702件 和前年相比 还增加了70件之多呢 那么事实上呢 重大事故不断地增加 台铁不是在喊说要改革 而且还是聚焦 在这个公司化吗 工会就质疑了 安全改革 没有放在公司化的 条例草案当中啊 结果王国才就说 安全改革是现在进行事 都在进行中啊 我们要请教一下施诚哥 所以如果这样的说法 灵难者家属可以接受吗 公司化如果心态不改变 公司化没有意义啊 我举个例子 我们那个中华邮政公司化了 有一次我去这个中华邮政 11点57分 我就在那边寄信 结果当那个人员说 快12点快一点 我说12点会发生什么重大事故吗 原来12点他要下班了 他还以为他是这个所谓的 那个游局的这样的概念 当然不是每个都这样 我觉得很多人也 随着与时俱进 铁路 因为我爸爸生前是铁路警察 我跟铁路很深的感情 铁路一路以来 他们的成额很深 可是就只有公司化这三个事情 说的安全就改变了吗 刚讲 你知道吗 这一次这个 这个泰鲁格失事 这个受难者家属 然后他们组成一个自救会 他们你知道那个如气如素 说他们拿着票 就要去找这个台铁要退票 因为那边车没有到目的地 然后那个台铁人员说 那你有票根吗 问你你有票根吗 然后他女儿要 要过世的 要下账 然后本来说 你可以单独下账 后来说 你要参加联合祭典后 我们联合下账 他不给他单独下账 然后台铁人 一到那个事故现场 你们有没有拿到 罹难者补偿 我家属 我怎么知道还已经罹难了 所以这种心态不改变 什么话都没有 所以我们的 你看在泰鲁格之前 有普悠 然后最近刚刚这个原因讲了 很多重大事故并没有减少 泰鲁格不是昨天才发生的 那个心态是什么 你要公私化 你要拿公私化来糖塞吗 这次虽然有所谓的 惩罚性的赔款 一亿五千万 我跟你讲 一亿五千万 该失控的时间 失控嘛 现在这个东南水泥不是一样吗 功法不对嘛 那个心态不改变 心态如果不改变 你什么处罚多少干嘛的 下一次还是会发生 你看那个东南水泥在之前 才发生了案子死了人 现在照样拿那种砍树法 去砍那个水泥柱 刚刚立文讲到 之前大家这个贾后盗修婆 这样可以生多少你知道吗 这样臭 反正臭料啊 没事情大家都没事 一有事 你们找不了解罚钱 钱来钱去对不对 我省下的钱 都比罚钱要省得多啊 这就是他们的心态 我们来帮大家科普一下咯 水神跟病毒或家中的细菌作用之后 就会还原成水 不会残留也不会污染 如果家中呢 有营法族 有儿童 有孕妇 都适用 如果您想购买的话 当然会再快点够购买 才是最划算的